嗨 大家好 我是土龍 那你也可以叫我Glen 因為到就是在TSM時期的話我是用英文名嘛 那我是前TSM的GM 那同時也是前PSG的GM 應該是說我沒有主動應徵 就是因為當時我還是 PSG英雄聯盟 就是台灣這邊的GM嘛 那我就是在 應該是去年前年啦 兩年前的事情 那個時候就是 休賽季嘛 就是十月打完 十月賽回來 休賽季了 那坐著坐著 就是突然收到 來自TSM的一個 E-mail 那就跟我說 他們現在 他們當時的那個GM Part 就是 推薦我 那我想說推薦我什麼 我繼續把那個 信看完 那推薦我去 接他們的 AGM 對 那我就當然有點興趣嘛 因為 等於說 PCS是一個相對小的賽區 那去挑戰一個更高的 電堂更高的賽區 我就說好 那 我有興趣 那就安排了後續幾個 Interview 那當然最後是 我有通過 所以我就 跟PSG這邊 貼了一次什麼就過去了 帶TSM這一封E-mail 就是算招募的E-mail 出現以前 我本來我的規劃就是為PSG去 繼續打造更強的隊伍嘛 去取得我們 PCS賽區 更好的成績嘛 因為 你說從 之前 LMS有過八強 但進入PCS之後 今年也是要第3年第4年了 那 目前還沒有一個 太好的國際賽成績 所以 我當然是想要在PSG 去把國際賽成績做出來 那再考慮下一步 那那個時候的規劃是 這樣 基本上我 一到那邊的時候 就是Interview完 過去我接的工作 是AGM 你可以翻成中文就是 助理總經理 那 我到那邊之後 我的GM 我的總經理 Parse已經離職了 就其實 他們是 規劃好的 但是當然Interview我的時候 沒有 直接的告訴我嘛 所以我到那邊的時候 我就是實質上 我就是 TSM的實質 英雄檸檬分部的GM 那 做你從選手的招募 到日常 隊伍的 賽訓管理 那 到 就是大大小小的事情 基本上所有事情 你看得到我都需要 去 handle 我都需要 比如說 如果外籍選手來這邊 他 有很多東西 例如簽證 例如什麼的 我都需要去 稍微看一下 打點好 對 因為 說實在的 兩年前 COVID還沒有結束 對上我得要 提我的 怎麼講 隊伍的計劃 預算 那我得跟 就是 高階屬管門 再討論一下嘛 那 最終 我把我的預算 怎麼樣去 好好的分配到 每一個 隊伍 因為我不止一個隊伍 那 怎麼樣拿到好的成績 那是我的工作 應該說 我 我不好說 直接說數字啦 那我只能說 我拿到的是 就是 就是 一開始過去的時候 我拿到是相對 我同樣值級 低一些的薪資 那 後面 當然第二年 我有再 調成比較正常的薪資 那如果你想知道一個數字的話 我能說的就是超過 500萬台幣吧 那至於多多少 我不太能 就是透露詳細的數字 最顯著的差別就 呃 陳你剛剛問我的問題 薪資方面 其實是一個 就是一個很大的 gap 就是 我只能說 選手的薪資 平均薪資 可能就差了 7倍到10倍 就是 平均 我只是平均 我不看明星選手 因為明星選手 大家要知道 之前 閃電狼的那個 胡數學選手 不是也到了TSM嗎 他一年就拿了600萬美金嗎 600萬美金多少 118台幣嗎 你拿這個跟台灣目前的 選手比 你可能是百倍的差距 對吧 但我說平均薪資啦 就是 中位數來看 大概差了7到10倍 第一個 差距的是這個東西 當然 文化上 隊伍的訓練 的文化上 也差異很多嘛 因為亞洲 我們PCS 其實 比較貼近 LPL跟LCK 的訓練方式 那 工時長 然後 相對的 你的 個人 選手的個人的 生活時間 比如說 歐美選手 你就可以看到每個都 很健壯 因為他們都會有自己的時間 去健身 或是做自己的事情 那 相對亞洲比較 把大部分的時間 都投資在 在訓練上面 那一方面你要說 這兩個賽區 LCS跟PCS 跟亞洲 我就先不講賽區好了 我就講東西放的差異 第一個文化差異嘛 就是選手的作型 就不一樣了嘛 薪資的差異 那再來 就是 競技 的 那個心態上的差異 也不一樣 因為亞洲 就單純 要成績 可是北美 對於 電競這一塊 它是很清楚的定位在 它是 娛樂體系 它把它 跟棒球 跟籃球 MLB NBA 他們 其實核心是什麼 是娛樂 是要有 觀眾的 就是其實 導向不太一樣 那亞洲的話 很明顯 就是成績導向 就是 它 相對 不管 這些 viewership 收視率 或什麼 比較不管 所以這是我覺得 我看到 這一趟去 看到比較大的差異 就是 你懂嗎 它 不是那麼的 競技導向 因為亞洲嘛 對吧 我們台灣的話 使用的語言 就是 國語嘛 講中文的嘛 那如果 你想要旅外的話 當然 語言是很重要的 一款 因為 其實電子競技 更著重於 溝通嘛 就是因為你打的是 五個人 或三個人的 他是一個團體比賽 團體生活 那 即便 我這樣講好了 即便是大家都用中文的 的狀態下 在 國內 在 在亞洲 你都會發現你跟隊友處不好 跟隊友溝通 或跟教練 跟管理層溝通 有點問題 即便你都用中文嘛 那你有沒有想過 當你換一個賽區的時候 當你到一個陌生環境 大家講著你 不是這麼熟悉的語言的時候 或者是你沒有 你沒有 怎麼講你沒有到沐浴程度 那你的溝通跟隔閡會更大 會被放大到很多 對 所以 對於這些選手 你們想要旅外 你們想要 有大合約的話 因為畢竟 就像我前面講的嘛 PCS 亞洲市場 就是這樣 除非你能 打到LPL去 打到很頂尖 那麼 那OK 你講中文OK 可是如果你想要去 比如說 EU 或去NA 去巴西 你想去澳洲 這些不同的賽區的話 那你的英文 你的外語 你要有一些 基礎 我不用說到非常好 因為 其實生活英語跟遊戲的這個 我要怎麼講 Gaming Language 是不一樣的東西 對 但是你不能完全沒有基礎 A到Z你都沒辦法 的話 那很難 規劃嗎 好 說實在了 我這趟回來 之後 我也有陸續在 規劃 就是對我自己的指壓 有一些規劃 但目前我還沒有一個 明確的方向 可是我可以 就是 唯一可以講的 就是我很肯定的是 我會回到 電子經濟 這一個產業 繼續去 做些什麼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